嗨,大家好,这里是Dialo小技 从Windows系统转到MacOS 有太多太多不习惯的地方了 这四个在Windows中常用的功能 在MacOS中完全变了样 今天这个视频一次性将它们全部分享出来 免得碰到时又要一个一个的查 也是挺麻烦的 首先是查看多个文件的大小 在Mac上查看一个文件的大小 可以采取右键 然后显示简介 这样相当于Windows上的右键显示属性 也可以CMND加I 但是如果想查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件 如果同样的操作 右键显示简介 这种单独分开显示 当然不符合我们期望 我们期望的是 在一个对话框中将多个文件统计显示出来 那如果是旋径多个 然后CMND加I呢 一样是分开单独显示 所以还是不行 正确做法应该是CMND加I不行 这样就对了 这是第一个 再来看查看读片左右翻页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这个文件夹下面有很多读片 如果在Windows下打开一张读片 然后左右翻页就可以切换预览其他读片 但是在Mac上是不允许这样的 看我左右翻页不了 我第一次碰上这个问题时也很郁闷 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这里推荐一个我觉得不错的方法 来达到和Windows上一样的效果 就是选定你要切换的读片 然后右键打开方式预览 这样就可以在键盘上上下切换 效果差不多 再来看第三点 很好理解 就是将文件夹中隐藏的文件显示出来 Windows上我们可以通过调节文件夹属性的方式 来控制文件的隐藏和显示 但是在Mac上并不是这样的 而且也没有文件夹够我们设置 在Mac上是通过快捷键方式控制的 同时按住Command Shift加点 就可以将隐藏的文件显示出来 注意三个键同时按 最后一个键是点 就是中文输入法中的句号 但是在英文输入法它是一个点 同时按住再按一下 就是取消 显示 隐藏 相比Windows上 这点确实是个优势 它可以及时的控制 隐藏和显示 最后一点是更改文件夹中 读片显示的大小 什么意思呢 这里等下用读片来举例 在一个文件夹下面有很多张读片 我想预览它的缩略图可以通过这样子调节 但是我觉得这个缩略图还不够大 想看得清楚点 在Windows上可以通过右键控制读标显示的大小 但是在这上面却没有 在Mac上它是这样设置的 查看显示选项 然后调节读标的大小 大一点 小一点 插掉 这样就对了 好的 就是这四个 在日常使用电脑过程中 这四个功能确实经常经常会用到 但是它们的使用方法和Windows上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吧 好的 拜拜 这里是雕龙小记 什么意思 一文字幕作词 最终的文字幕说 最终的文字幕 你的文字幕作词 明文字幕作词 发者、文字幕作词 广播以后 允论 是不识 君 我